在台灣讀武俠小說 不可能不讀金庸的武俠小說 我一直期待金庸有新的作品 可是他44年都沒有動筆 一直到他過世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是江湖上 靠板稅賺錢最多的 因為他每一年都還有 4000萬的板稅 他塑造出了非常多的經典人物 還有很多的武術 那一一的去推敲 其實都是其來有次的 我們請陳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金庸武功的排名有哪一些 對 金庸所提到的武學很多 那到底有哪一套最厲害呢 有網友就整理了前五大武功 那分別是易金晶 北明神功 九陰真晶 九陽神功 跟獨骨九劍 那令大家好奇的是 為什麼易金晶獨佔敖頭呢 因為據說練了這一套功法 不僅可以在體內解讀 你擺讀不清 還可以抗拒人家 吸功力的北明神功 所以他這一套功法 也就變成認為說是 能夠成為天下第一高手的武功 可是我在往坊間 看到了易金晶的書 都嘛是什麼伸展 導引 哪有解讀 對 所以現在少林寺裡面 確實有這一套金書 但是都是一些養生土 鍛鍊之法 所以這是不是真的像 金庸武俠小說所寫的這麼厲害 其實大家是存疑的 那類似的情形也在北明神功上 因為沒有能夠吸人家功力的 北明神功 也沒有這種逍遙派 所以其實這都是金庸去建構出來的 不過有些門派是真的存在 譬如說 譬如說鵝眉派 我們在金庸武俠小說說 鵝眉派是郭襄出家之後 在鵝眉山所創立 那後來他的掌門之位 一路傳到滅絕師太跟周子若 那到了周子若的時候 他起出了他神兵利器 就是倚天劍裡面的 九陰真經 對 然後後來為了修術成 他就練了一套陰肯的武功 叫九陰白骨爪 所以從這樣一個敘述下來 他應該是最早在北宋的時候創立 可是實際上真實的那個鵝眉派 他其實歷史非常悠久 早就在春秋戰國時代 就已經存在了 對 那當時有個道人叫做師徒玄空 那他就是在山裡面修道 那有一天參考了 在山中猿猴的那個飛躍藤挪 後來因此創造出一套鵝眉通背權 而且後來他還因此創造出 圓弓劍法 傳給月女之後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月女劍法 所以其實鵝眉派的歷史 比少林派還悠久 所以我們現在常講說鵝眉 天下武功出少林對不對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天下武功出鵝眉 你這樣講完少林是會抗議 另外一派叫做清晨 大家對於清晨派的印象很不好 原因是因為金庸在武俠小說裡面 把這個掌門於滄海說得非常的不堪 說他基於林家的辟邪劍法 也就是慾煉神功 必先制功那一套 那後來使下詭計來去滅門 那不過他還是沒有得到辟邪劍法 但令人好奇的是那清晨派 真的有像金庸所寫的這麼不堪嗎 其實不是 因為真實的清晨派 歷史也很悠久 是東漢的時候 張靈 張天師的時候傳下來的 因為張天師來到清晨派這邊修道 修真 那後來這邊作畫 那他的門人弟子就在山上見識 繼續修真 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這樣一個清晨派 所以清晨派不僅是玄門正宗 而且他還是一個宗教聖地 所以他跟少林派一樣 都是因為那個修真鍛煉之後 衍生出自己的武學 所以有機會去清晨派的時候 不要因為金庸的描述 而對人家留下畫印象 其實余長海最有名的是他的主題曲 對不對 消耗江湖 我們來問一下 到底在小說裡面 我們有看到這個所謂的一揚紙 一指神功 到底人世間真的可以練得成嗎 我們請聖傑師傅告訴我們 好 這個因為拜金庸他的小說之次 然後少林寺其實也幾乎就是在 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很大的名譽 可是也帶來 也給少林寺帶來很多的麻煩 很多人去問有沒有這招有沒有那招 對 因為他們到少林寺來 一定會問兩件事 第一 你們這裡誰負責掃地 因為金庸筆下寫的掃地聲是功夫最高的人 所以搞得我們少林寺五聲都不敢拿掃把 對 第二就是 請問你們一揚紙 現在還有誰能練成 其實你時間問久了 其實說真的 在30年前 少林寺還真沒有一揚紙這個功夫 我們寫在我們的絕技裡面 其實它是類似鍛鍊手指頭 點穴的功夫 可是沒有辦法像金庸講的是 你可以隔空打一個指出去 然後那邊就有人中招 這是很難的 可是因為問的人多了 那沒辦法 所以當時的方案就下令 既然我們是少林寺武術界的 領導人物 那金庸先生講的 你們練練看 那你選出來的這個人 開始你要鍛鍊 那我們既然是要鍛鍊紙上的功夫 你一定要強化你指頭的筋骨皮 那怎麼強化 靠的就是這個 石頭 對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就開始拿石頭 然後開始砸手 其實不是這樣練的 你如果用石頭這樣子砸手的話 其實還沒練成功 你就自費武功 我們一開始拿石頭來 是要先強化我們外在的皮膚 所以是要刷 對 那這個石頭可能還 這個太細了一點 可能我們找松山的石頭都比較粗 然後開始刷你的皮 然後一邊在刷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說亂刷 它其實是要運氣 把你的這些氣跟能量 運到你的指尖去 然後透過這個石頭 順氣的同時 也去強化你皮膚的強度 然後等到你的皮膚 強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拿石頭來拍 就是我們的手可能擺在木板或石板上面 但是不是往石裡砸 是你今天拍的時候是 受力是受在上面 然後打下去之後要抽回來 讓那個力量透到你的經過裡面去 這個基本功先鍛鍊起來 就是把你的手指強度練起來之後 那接下來要練它的勁道了 那我們一陽指其實跟子彈一樣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直接撞擊 其實那個只有推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旋轉的 這種力量的時候 它就會有穿透力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拿 準備1000張紙 好 那我今天就是先帶這個A4紙 這個A4紙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這是500張 500張大概這麼厚 你要幹嘛 練指力 然後就是把1000張紙 就是這個兩背後的這樣子的紙張 定在那個樹木上面 或者是木板上面 接著用你的手指 每一天就是出紙 然後去轉 這個紙 然後等到你能夠把這個紙張練到 它不是一次 就是每一天你可能要練1000下 2000下 然後轉到這1000張紙 全部都通透了 你就練成了一陽指的第二層功力 通常要把這1000張紙這樣子 轉到破大概要1到3年的時間 你隨便一張紙撐起來 好可怕 好可怕 我靠你的紙匣 練成了 好厲害 一陽指 已經有第二層功力了 已經有第二層功力了 這是一張 它是500張 對 1000張 1000張 那目前少林是一陽指的 練成的人有幾個 不到3個 幾萬個少林武僧沒有3個 對 就歷年以來 能夠練成的不到3個 然後再來我剛才講完了就是說 當你能夠鑽紙 能夠鑽木頭 接下來就要像畫面上面這樣子 就必須要能夠用一紙去倒立 撐你全身的重量 天啊 對 這太厲害了 不過我想問一下金庸真的跟 跟這個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樣 他有點像 應該講說比如說像那個 哈利波特的JK羅琳是英國版的金庸 好不好 這樣講是比較厲害一點 就是因為他的帶動的經濟很高 對不對 那其實說金庸這一生他寫了15本的 長短篇的小說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飛雪連天射白露 校書神霞已避淵 那外加一部怨女劍 他光是這15部書 你知道全球保守估計 大概出了3億冊 3億冊 我跟你講我家就有3個版本 有大字版的 口袋版的 金庄版的 對 我家是那個口袋版的 因為那時候當學生 就還在公車上可以看 現在當然就是大家都用手機看 所以你說他出了3億冊 我只能說保守估計 保守估計他的身家 大概是48億台幣 那你剛剛那個美人姐 一開始就講了 就是說他現在即使封閉了 封閉44年 但他一年的版稅 還高達到4千萬 真的現在是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匹配得上 那怎麼說 為什麼說他是保守估計 因為就是說早期 早期的那個版稅 是比較難估算的 那不要忘記金庸以前 他在中國大陸算是禁書 所以中國大陸開放之後 這3 4 10年 又不斷的再版 他光是2010年 大陸又把他的這個書 重新再集結 再出版 又讓他再賺了1千5百萬 所以你就說光是靠這個出書 這個他常常就是在香港 不管什麼百萬富豪 或者是說那個什麼富豪作家榜上 他其實都是榜上有名 那你根本不用講說 他這幾年 他的書都被拍成電視劇 然後現在還做成手遊的遊戲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 截取的那個是射雕英雄傳 這個是林依成跟胡歌版的 其實我最愛的當年是 翁美玲跟黃日華版的 還有李亞鵬跟周迅版 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你看光是射雕就拍過10個版本 神雕都拍過8個版本 甚至全盛時期 就是每個電視台 還在香港的電視劇還在對打 可能這一台在播射雕 然後那一台在播神雕 還有天龍八部什麼 大家都在打來打去 還有翻拍成電影 你說他的版稅真賺到一個不行 那其實大家講說 除了他的這個書被翻拍成 還有做成遊戲之外 其實這個金庸先生 他的本業是明報 他創辦了這個明報 他是明報的創辦人 那其實明報的話 大家那時候是非常有批判 就是說他是主張高知識分子 看了那個報紙 那也被稱為香港的泰晤士報 那結果你看他後來 就是他的連帶小說 因為他要拉抬這個明報的聲量 所以他去做這個連帶小說 結果他這個後來 現在賣給了那個馬國的商人 他那個明報一賣之後 他套現也遇10億 又幫他身家再加一筆 那最後講是說 其實他的這個知識版權 你像周星馳 大家拍的這個 你知道大家很知名的電影 那個功夫 裡面就是有出現小龍女三個字 你講小龍女 我想看那個電影 想說我有小龍女有小龍女 其實就是那個包租婆 那個包租婆 他那個用的名字叫小龍女 光是這個小龍女 這三個字 你就要付給金庸 他的所謂的知識版權費 又是6萬的人民幣 然後30萬台幣 可是他這筆錢他沒有收 他捐給了這個南亞大海嘯 所以就是說金庸他後來獲得了 什麼一個稱號 就是說他的這個是 什麼上下5000年的這個文人 都無人能及 因為他真的是產值非常的高 不過最有錢的 不要忘記 當年金庸的小說在台灣 是被查禁的 對 對 所以後來才 在台灣 古時候的台灣 講古時候台灣 都是先讀古龍小說 對不對 因為金庸的小說是被禁的 那樣 當時的這個古龍小說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包含潘城連續劇 記不記得儲留鄉 對 對不對 超夯的 超夯的 另外我們就講說 其實在香港 他們對武術是很 很迷醉的 你想香港對全世界的貢獻 還有一個非常不可抹滅的 叫做李小龍 對不對 李小龍的功夫 所以香港各門各派的功夫 在香港都有傳人 所以有30個武林的門派 藏在同一棟樓 對 香港有400多個門派 那在那個 在以前那個大動亂時代的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這種 武術民家 紛紛的 就逃難到了香港 也就在香港裡面 就創設自己的門派 像我們所知道 像電影裡面 有所謂的夜問 詠春派 詠春宅很多 那麼夜問有一個 就是那個在霍元甲大師 他當時的時候 在上海有舉辦 辦了一個叫做 金舞體育學會 這個在香港 也有這麼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的話 他現在目前有30個門派 集中在這一個大樓裡面 這是個舊大樓 那這裡面的話 門派很多 金舞這兩個字大家都知道 因為李小龍電影很有名 金舞門 對 這裡面除了有 截拳道之外 另外有所謂的 廣州的一個 詠春拳派在這裡面 還有包括太極拳 無視太極拳 那這裡面有 我介紹幾個 大家比較少聽過的 一個叫全真派 全真派 全真派的人想說 就想到我們的金翁大師裡面 有全真教 沒錯 我跟你講 他的主師爺就是 全真親子裡面的邱楚基 那這裡面的話有沒有 他學的是屬於內加法 就比較屬於內功 這一部分 但他有一個 一個棍法 那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這個棍法就是 紅七公 丐幫紅七公的 這樣子的打狗棍法 對 這個打狗棍法的話有沒有 他裡面講的是說 原來只有12招 他經過他們的套路 跟演藝出來之後 變成有52個動作 對 棒棒有勁有沒有 然後棍棍打汪汪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打狗棒法 汪汪就是狗的意思就對了 對啊 就是汪汪 怕那個所謂愛狗人士 會快來K我這樣子 沒辦法 我跟你講人家就是要打狗棒法 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變成打貓棒法都可以 但是人家就是要打狗棒法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叫白鶴拳 這白鶴拳的話 他們當時講的話 就是說 由西藏這邊傳進來的一種拳法 這拳法是因為他們的一個主師爺 當時的時候看到一個圓跟鶴 兩個在相爭就在打架 劈啪打人的時候有沒有 演繹出了這一套的一個拳法 就變成白鶴拳法 這裡面有四門的一個手勢 有一個所謂的流星什麼 非鶴還有兜羅 還有包括一個什麼 就是所謂的尼勒手門 這四個這個手法的話有沒有 他的其中的話 有一個叫明里針 比較特別就是什麼 就是我動中有進 進中有動 所以你看到的話 我們很多武術上面的一些套路的方式 你會看到這樣拳拳有進對不對 他其中的話可以 裡面打完之後 突然就靜止在那邊 現在在敘事待發等你出招 所以動中有進 進中有動 他叫免里針比較特別 另外一個就是七星唐鑼拳 我想唐鑼拳很多人都已經看過 包括以前的時候 在成龍戰演那個時代的時候 也有演過這個所謂的 唐鑼拳的這種方式 這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他是集合了很多家的一個 這樣的武功 然後以唐鑼拳為基礎 他研發出自己一個 新的一個所謂的武術的一個招數 這個招數裡面的話 忽快忽慢 而且聲東及西 他的那個整個那個步伐上面 非常的輕盈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弟子也在這裡面學 所以如果你對武術有興趣 你去一棟大樓 就可以知道三十個門派 對不對 沒錯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 因為你知道人要貴自知 所以到底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這些很重要 那你一家一家去找很麻煩 你進這棟大樓 你三個逛完就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對不對 像孔仙玉就是這樣試出自己適合什麼 你什麼門派都學對不對 沒有 不會 我之前小時候有學 所以太招刀 太拳一些東西 到18歲 但是現在我主要練的就是八卦掌 對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時候 我就是在探索 我在找到什麼是最適合的 可是那你後來怎麼知道自己最適合八卦掌 發現你的手很大對不對 這個當然會幫忙 但是其實八卦掌我們有三個要點他們會講的 一個是你說靈靜 就是你的靈魂的一個 跟那個安靜的一個樣子 因為我之前搭的拳可能 我發現我脾氣沒有很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要打敗一個人 你要有一種概念 如果你一直練這樣的概念 你會帶這個東西回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開始跟我兄弟 就是沒有覺得很舒服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全部的人 他們就是要做一個圈他們喜歡 八卦掌一直是給我一個機會 就是每天我在發現新的東西 到另外一層 就是真的是練不完的一個東西 練不完的喔 練不完的 對 因為他有境界的對不對 那你可以給我們示範一下 轉掌 就是轉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 你要有人跟你對打嗎 現在不用 我先給你看 三個動作 你怎麼沒辦法點 我這裡有三個 對 這個前面叫的是八大綱 就是一種專長的一個練習 我慢慢解釋一下 所以 我不能一邊講話一邊練 讓我練一下 OK 他走了一個方位 對不對 好 其實不只是長耶 全身都要耶 對 行雲流水啊 簡單的做一下 所以這個是 就是你說的 你在把整個身體練一合 那群群是有 他們發的力量 就是說 他們在用的身體 是比一般的人多 對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在用全部 了解意思嗎 所以他們用的時候就會 力量蠻大的 對 但是如果這個人 跟我的速度一樣快 當我在打他的時候 他也在打我 或如果我有兩個人 要打這個人 打這個人 我打他 他打我 我打他 他打我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拳 動作就是 當我在打 我還是在保護這個方向 打打打打打 對 我在打這個人 我在保護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是要用全身的 所以如果我就是 用下半 你知道嗎 他們會說最 最有力量的一個動作 是跑步的 所以我跑步是用全身體 知道意思嗎 這是為什麼 摔腳是那麼用 起跑的時候 那個是全身的力量 在用的 所以我們一直練 這些的動作 為了讓那個筋出來 當你發力的時候 你不用一直用全部的身體 你就可以很快 用一點點 力量會到 來 所以終於是與你還好吧 等一下 這邊這樣還好 被震傷了 來 在那邊 他沒有這樣好 我就輕鬆地做一下 所以當我打的時候 我用整個身體跟腰再轉 對 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我可以靠近它從這邊 用另外一個打出來 對 我這邊 你看那個拎 我說那個拎的精神 現在我已經轉了 我的第二個拳 對 對 所以第一個 不要覺得 你打一個人就結束了 你一定要有第二第三第四次 對 你要確定克服問題 他那個力量很大 很大 不是花拳袖腿來的 所以這是套路 原則上來講 武術來講 我們在用最小的一個空間裡面的時候 用最大的一個身體上 人體工學一個旋轉的力 進到 然後把那個力量發揮出去 所以你會發覺到 有時候我們的空間不需要太大 不管各種武術都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電影的模式跟我們不太一樣 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在一個空間上有個套路在 但是在 有時候我們在晉升搏擊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一種近道的模式 可是我跟你講 我因為我訪問過那個 真正大陸武當山來的這個道長們 而且他們帶的是武當的什麼體育學院 還是他們有個體育學院裡面 都是武當的功夫 他們的那個太極真的是很厲害 我是沒有騙你的 我是他讓我試試看 我就推他一下 我就被他反正到 我真的是往後退好遠 所以他根本 如果他真的要防範 你進不了他的身 可是怎麼都會被徐曉冬給KO 我不懂 所以我待會兒回來要講這一段 因為根本進不了 他為什麼那個進沒有放出來 馬上回來 許曉冬什麼來頭 不只打人家還打得人家哭 那許曉冬的話 他在中國大陸有時候 M&A的一個格鬥狂人之稱 然後他去年來講的話 他因為挑戰各門派 引起了中國武術界很多人 這樣子的一個不滿 那麼可是就是說 他不斷邀約一些所謂的武學大師 結果看到我們現在的成績 那許曉冬的話有沒有 顯然對於某些的中派的 所謂的大師有沒有 感覺起來是略勝一籌 我們先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但去年2017年4月27號的時候 跟太極宗師衛蕾對戰 他這個綽號叫蕾蕾 就他只花了20秒的時候 就把蕾蕾給KO了 在今年3月18號的時候 他三分中的時候 有多次的是 詠春權 祈禱這個詠春權的丁號 結果後來最後的時候 以點數的情況來看的話 也沒有就是兩邊就是所謂的平手 那平手之後 那後來最後的時候 可是那個我們的詠春事物說 我跟你講其實有沒有 你不要覺得有沒有 好像我被打得很兇 因為他好幾次的時候 被打到倒地上 結果他說其實有沒有 徐曉冬傷得比我更重 那就是徐曉冬很會療傷 因為他馬上在11月2號 又跟太極拳的中師又比賽了 如果這邊傷得很重 這邊應該要兩傷對不對 就這次贏還是輸 多半年的休養的話 基本上也算OK的 那這一次的話 有沒有 後來我們這位衛蕾有沒有 再度的有沒有 要跟他比 比到最後的時候有沒有 結果又慘敗 而且還中了127拳 而且最後的時候還內崩 所以他那時候內崩的時候 他就講過這個情況 這怎麼打 一個慢的功夫 一個快的 我的媽呀 而且這個重點在哪邊 兩邊的體重差很多 我要解釋 為什麼說要解釋這個部分 第一個中國武術 本來過去的時候 就沒有在所謂的那種 我們健身搏擊的 這樣子的運動上面 因為我們把MMA 把它當成是一種運動的話 就必須要所謂的規則 但為什麼他這個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講說太極拳不適合打鬥 為什麼這邊又要再跟他比一次 因為不滿 因為他那時候本來被那個 武術界嘲笑 他說你一代的中師有沒有 被人家打成這個樣子的話有沒有 那你是不是要再來為太極武術 來幫他發聲 等一下我問一下林師傅 師傅 我剛剛跟孝誠講 就說那個 我跟太極拳真的對過 因為我們太肉咖 可是他那個力量是 你一碰到他就可以震回去 為什麼他震不了這個 徐曉東 不要說你被震飛 我也被太極拳的大師震飛 為什麼徐曉東沒有被震飛 這個牽扯到就是說 通常他震飛你只需要一招 可是如果那一招沒有震飛你呢 如果他那一招沒有震飛你 他有沒有防禦的能力 那徐曉東他一出拳 他可能可以在一秒鐘內 可能連續出七八拳 可是我必須 美恩姐你去回想一下 當時你被震飛的時候 是不是太極大師他是擺好架勢 然後他運了一口氣 結果發勁 然後把你震飛出去 可是問題是你在場上 沒有這種時間 懂了 你運氣的時候已經中八拳 這兩個功夫根本不應該同 一個是打快 一個是打慢的 對 因為他們在擂台上比的時候 因為那個反正太極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 踏到地上面的時候才能運氣 但是因為那個擂台的地板 他很軟 很軟的時候有沒有 他變得就是說 有時候他很難去 去一下子把那個勁到一下 內力發出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情況 那這個說法是有一點問題 他說我怕我內力太用力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徐曉聰打傷這樣子 這就傷了吧 不是吧 你要怕打傷 你先來玩就幹嘛 對啊 對不對 太堅強了 是不是 我那時候訪問那些 武當山的道長們 因為他們來前兩天都吃台菜 第三天跟我講說 余小姐 再這麼吃 我們明天上不了台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們台灣菜太淡了 我們得吃鹹一點 我們的腳才有力量 我才知道說 原來鹹蛋也會影響到他們的 那個發功這樣子 因為他這講的 這個武術 雖然是講說是傳統武術的講法 可是我們用西方醫學來看 鹹蛋其實你用科學解釋 它就是電解質 你電解質有 你肌肉才能收縮 你電解質太少了 自然就沒力了 明白 少林武術節這是什麼 少林武術節 其實它大概是最近十年 因為少林寺 從李仁傑的電影開始拍了以後 他一直變得很紅 然後他變紅之後 就開始有各門各樣的商機出現 其實真正少林寺 在辦的比賽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叫做無遮大會 這個無遮就是 有無的無 遮就是遮蔽的遮 他名義上就是講 沒有遮蔽的一個比武大會 沒有遮蔽就是 你今天你有什麼功夫 你不需要隱藏 你也不需要害怕說 你今天秀功夫出來 你會被打敗 或者是人家會瞧不起你 你就是盡量去秀你所學的 那這個比賽 最近這一次辦 應該是在去年 那去年的上一次辦 那就是在明朝 在500年前 他停辦了500年 因為無遮大會 他裡面比的項目 其實非常多 就是各種武藝 其中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比圍棋 你跟他講話那個口氣 上一次辦就是500年前 好像我參加過一樣 500年 對 所以他其實為什麼 少人寺辦這個無遮大會 其實有一個很貼切的原因 是大家比較不知道 我們以前少人寺是軍隊 其實這個無遮大會 就是我們軍隊裡面 各個你武功高手 或是你今天是 能夠步兵步陣的這些高手 他們出來 然後去展現他們才能的一個大會 現在在無遮大會裡面選了幾個項目 其中有一個就是一指禪 就是鍛鍊練你的指令的比賽 這一次無遮大會的第一名 反而不是少林武生 這次無遮大會一指禪的第一名 是一個很年輕的 他練過體操的一個選手 他可以用雙指 在一個圓桌上面 做出所有阿瑪體操的動作 就用兩根手 所以他拿了第一名 天才了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是鐵砂掌 鐵砂掌大家很耳熟能詳 然後這次鐵砂掌的焦點 並不是少林武生 也不是各個鐵砂掌的高手 而是一個日本來自 身高只有150公分的 一個家庭主婦 他竟然在現場 擊破了100多片磚 對 然後問他 你為什麼會鐵砂掌 他說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去練一些武功 然後就這麼樣把磚擊破 結果來參加無遮大會 竟然變成全世界新聞的焦點 一個日本 他先生還在嗎 他先生還在 這不知道 OK 比較小看這樣 不能得罪他 他先生不知道還健全 高手在民間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我上次有講過 就是練舉石鎖 大家會覺得很蠢 石頭那個 對 你舉什麼石鎖 但是其實他不是 他其實應該叫停石鎖 就是他今天不是在舉這個石鎖 而是要丟上去之後 你要用你的手指頭 手指頭 手腕 不是這個小的 是大的石鎖 用手指頭停住他 用手掌背停住他 用手腕停住他 甚至用手肘停住他 不能用手掌接他 對 你不能用手掌接他 對 你不能用手掌接他 這樣扎下來還多了 對 然後最厲害的是 有一個他可以拋大概 15公斤左右的石鎖 拋到大概兩三層樓 用肩膀接住他 對 媽呀 所以這個要練 他其實不是在練 他除了練你的力氣的硬工夫以外 那個人也不是少林寺的 也不是少林寺的 對 厲害喔 所以其實少林寺 自古以來我們講 天下武功出少林 其實不對 是天下武功入少林 以前舉辦這個無遮大會的時候 好 辦下來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發現有外來的這些高手 我們就會重金禮兵 請你三年在少林寺 供你吃 供你住 提供你所有所需 還給你一筆豐貨的獎金 然後這個武學交流一下 也提升少林寺的武功 沒錯 把你的武功留下來 而且更好的是 你可以學任何你想學的少林功夫 那至於圍棋 因為圍棋 他考的是思考力 那以前打仗的時候 其實講究的更是智慧的對決 所以少林寺裡面 這武教大會最重要的是黑白拳 這黑白拳的冠軍 就我們少林寺留下了 請問一下幸福哥 你這個從事保鏢對不對 有遇過一些談判的現場嗎 其實有遇過很多談判 我們平常是在接的一個案子 我簡單以一個案例來講 我曾經有說一個 叫你陪他去一個談判 比如說我們去台北某個地方去談判 可能當下也跟我們講說 沒有病沒有很多的一些危險性 當然我們一樣派四五個保鏢 兩台車一樣跟得過去 但是我們事前我們自己有做準備 第一個我們事先的 我們有先到場地 先去看過一遍 就是請務前的請務前去做場刊 先行場刊 再來我們會到當地的派出所先行報備 然後我們會確認報備跟了解說 派出所所長他們是什麼姓名等等 那我們當下就是隔天去接 隔天接任務的時候去到現場 當然我們一到現場的時候 跟我們判斷確實有誤 我們一到現場的時候 確實門被關下來 然後當下他們大概有二十幾個人 你們第一個動作是做什麼 我們第一個動作說 我第一個動作當然馬上站出來說 這一張是我剛剛到派出所 跟所長去報備過了 假如說我在這邊辦小 保鏢第一招是報警 這很重要 我簡單講說 假如我在進來這邊三分鐘 我沒有打電話去做回報 檢查馬上就來 是怎樣 當下 他已經先做好這個準備了 當下因為我們當保鏢第一個 我們假如自己不會把握自己的話 我們怎麼去保護老闆 所以當下因為這個舉動 讓當下這二十幾個人 自己包括他們小弟 會就是動作比較收斂 而且在隱藏看到的話 因為他們有另外一個 好像是不曉得是哪個班派的大哥 確實有把手槍亮出來 因為這件事講完之後 他們就是收斂多 就是跟我們老闆好好的去談判 所以本來那天差一點就要 咖啡都變冰的 聽說你會用一個鞭子去奪槍嗎 還是給自己形成一個金鐘罩鐵布衫 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先講鐵布衫 可能看到我穿的這件衣服 可能並不覺得怎麼樣 但它就是有一個仿式的作用 對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刻素的材質 其實待會也沒為什麼 一把小刀稍微割下去之後 來… 就很清楚了 來…我們試試看 我就舉例 我的保護對象在這裡 我可能剛好走過來的時候 一把小刀可能往我的護衛對象 要試過來的時候 不到他 你就試過來這邊 然後剛好我手過去擋住的動作 就往我這邊劃下去 好 停 這把刀 然後 你在危險的時候 你這樣 做這樣的動作 它是確實防割 是這件衣服的特殊材質 對 這件衣服的特殊材質 那我們在保護後懸的時候 可以摸一下嗎 可以 我摸衣服而已 對 比較被震傷 它不是一般材質 我就以這個情境直接來講 嗨 大家好 突然你跟每人一起去握手 另外手拿刀 握手 你好 然後你把我刀子拿出來的動作 我剛好 自己第一時間我剛好這樣抓住 我抓住的時候 我可能一折的狀況 這我真的是非常用力 當然我的手就不會割到 那假如我沒有帶 你的意思是說 空手奪白刃的意思就對了 那假如我真的沒帶手套 我這樣一割 完蛋了 說真的我整個手 受傷 那你為我犧牲到這種程度嗎 這個子彈會不會穿 子彈會穿過 所以我們以後 我們裡面還會穿個防彈衣 防彈衣 這個是珍珠板 大概這麼厚 那這個鞭子大概長大概有 我們看起來大概有三十公尺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對 不只啦 這應該不只三十公分 那前面這是鐵塊 不只啦 這一公尺 你看一下 這個是鐵塊 哦 很重嗎 這 來來來 哇塞 這塊鐵了 你看這樣這塊鐵了 你如果鐵了 騷到 我跟你說 這絕對要斷 所以一般我們假如 在出去做護衛的時候 通常拿著東西出去 人家也看不出 這是什麼 那這珍珠板 我以這珍珠板來講得好 哇 一個珍珠板就破了 那我們簡單講 比如說 臉型的地方 被打到了 那確實是很痛 到原則這樣 我們是打手 就是去打牆 那你怎麼出 你怎麼用這一條 那我簡單 我先以口頭示範來講 它鞭子是這樣子 把它收回來 大概這樣子 然後有一點傾心 它跟 它不是打棒球 像迴力球那樣 對 打平行的 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 因為 哇 叫你掃到我看 會昏倒耶 因為我們現在的護衛裝備 越來越提高等級 除了不能用槍出來 我這樣一拿起來 人家以為我在講電話 我之前的紀錄 上次做表演 就是打到人 還是馬上就中 帥哥你要不要戴著帽 對 我在你後面 我用生命來錄影 幫我打119一下 好可怕 一次到位 對 哇 靠 這個 這個被打到 我覺得一定會住院 真的 謝謝 待會兒還有更厲害的來了 忍者 真的有忍者 不是那個消水果而已 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來告訴你 忍者是怎麼練的 好 講到忍者 我們有個代表 認真 他是有研究的 我是喜歡看電影跟卡通 說實在 忍者大家都覺得 他很厲害又很神秘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 忍者的忍具大觀 我們今天要帶觀眾來介紹 好好玩 有這個像帽子的斗笠對不對 對 忍者六寶 第一個就是編力 你講對了 他確實是斗笠 那他斗笠 他的作用就是說 他可以拉下來 然後就是把自己的臉 就遮住 對 然後可以 不要讓對手看見 那比較特別叫做 三尺手勢 其實他翻成大白話 就是手巾 三尺手巾 他除了就是蓋住你的臉 這個 包住這個 露出眼睛 就是讓敵人 不要看清楚你的臉之外 那其實你知道 他這個布拿下來 可以過濾雜質 他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說如果敵人來 你可以用這個手巾 包住石頭 然後像剛剛那個先生一樣 甩出去 對 就是可以攻擊敵人 三尺手勢 特別是武器 石筆你知道嗎 其實顧名思義 這個 他其實是粉筆 他粉筆就是在牆上 然後就做記號 然後你的這個同伴來了 看了之後 你可以再把記號用水 給他灑掉 破掉這樣子 就是出任務的時候 他畫一些符號 就知道說 裡面歹徒 裡面敵人有三個 一個女的兩個男的 手上有什麼刀劍什麼 他用符號就知道了 然後留下暗號之後 再用水把它沖掉 所以石筆其實有點像 現代的粉筆 再來講到勾繩 勾繩其實就很普通 但是勾繩很多作用 包括就是說你要攀牆 有沒有 飛沿走壁 然後勾繩這樣子勾上去 有沒有 另外你可以傳遞東西 丟給你 重點是說 如果他制服這個歹徒的話 還可以用勾繩 把這個歹徒也要捆起來 一定要 一定要 火腫要 火腫也要 對 因為野外求生 要煮東西 那印龍是什麼 印龍其實就是 你知道忍者會帶很多的 那種忍者藥 就是包括怎麼疊打損傷 毒藥 救命的藥 它那個印龍其實 它就是有點像竹筒 或者是說 裡面是裝藥的 對 裝忍藥 所以叫做印龍 這是他們跟日本的 一個忍者特殊的用語 再來講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 特殊的暗器 那所謂的這種掌心鐵砲 其實比較類似 像我們這個 中國的這種武術這種掌心雷 它就是近距離的攻擊 它加分是用這種 譬如說木桶或是金屬的 裝潛 對 用雷拱做引氣 但是它就是只能近身 這樣丟 就攻傷對手這樣 那灑鈴的話 其實灑鈴你知道嗎 顧名思義這個鈴 就是用曬乾的鈴角 它最早之前 是曬乾的鈴角 那譬如說你要追我對不對 敵人要追我 就開始灑 灑在地上 我打到我就 對 聽死 因為以前的人 是比較赤腳的部分 可是它現在這個人 就是鐵做的 這不是鈴角 它就是淨化 但是名材是用一樣 對 以前是用鈴角 那這個五色米 五色米 不是可以自己吃的 不是肚子餓吃的 它其實也是一種暗號 流暗號 它就有種紅 黑 藍 綠 紫 這樣暗號 那就是說也是像這個流同伴 然後就是你看到那個暗號 它就會組合起來 有這個密碼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密碼 是什麼意思的話 現在伊賀的忍者博物館裡面 有告訴你全部的解碼 就是這個情報的溝通 那最後這個水蜘蛛是比較特別 其實水蜘蛛在以前的時候 它有點像我們那個防滑鞋 因為日本會下雪有沒有 它有點像防滑的這個功能 可是後來日本的電影 都給它大進化 就變成這個鞋子旁邊 就是有兩個圓圓的滾輪 然後讓你感覺可以在水上行走 有水上飄 但是事實上這是有點誇大 其實在電影裡面看到 但是你對這個忍者來講 其實它們是防滑的一個基本配備 是是是 謝謝 研究好湊測 不過我想問一下 今天有一把月王的劍 這個是古劍 但是現在被複製了 那麼到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劍 我們是不是請聖傑師傅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先講一下 就是在大概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 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鑄劍大師 叫歐爺子 對 歐爺子就是所有兵器鑄造的始祖 它鑄造了五把天子劍 其中有一把就是很特別 就是這五把天子劍就是 你只有是當朝的王 你才能夠擁有的劍 可是這一把漁長劍 它就是唯一一把 它是用來刺殺王的劍 這把漁長劍當初之所以被設計出來 是那時候 就是夫差的爸爸何呂 何呂他想要刺殺當時的吳王 那個吳王叫吳王寮 非常難以接近的原因 是他身邊 我們剛才看到周老師已經很厲害了 吳王寮的身邊 有200個周老師這樣子的英雄 在旁邊護衛著他 而且吳王寮有一個習慣 他每一天 不論是白天醒著還是晚上睡覺 他都要穿三層盔甲在身上 所以即便沒有人保護他 你也沒有任何兵器可以商量他 專出那時候 特別請了這一把漁長劍 就是為了要刺殺這個吳王寮 他要刺殺吳王寮 當然他具備幾個條件 第一當然 你一定要有一把好的兵器 那第二 可是問題是像美人姐 我跟你距離那麼遠 我這把兵器拿出來 你就看到了 你的護衛就把我殺死了 我怎麼靠近你 所以他查出來了 吳王寮 你帶的兵器 你根本上不了墊 對 你根本進不了身 然後吳王寮喜歡吃太湖的大魚 於是專注 他就去學怎麼煮這個魚 然後這個大魚的大小 又剛好可以藏一把兵器 所以他就拿這個漁長劍 藏在這個大魚的肚子裡面 然後趁著給這吳王寮上菜的時候 他就抽出了這一把漁長劍 他的長度就是要能夠刺穿一個人 美人姐你可能站側面 你站側面就是刺穿一個人的厚度 對 所以他計算是這樣 然後漁長劍今天他拿出來 因為你要接近這個吳王寮 他身邊的護衛那麼多 你的機會只有一次 就像金歌刺刑王一樣 當他那一劍丟出去沒中的時候 死的就是他了 所以專注他拿這個漁長劍 他只練一招 那我們其實有曾經在專注論劍裡面 有講到一個十步一人 然後千里不流行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我走十步 我就能殺一個人 你即使是一千公里 每一個人這樣進來都被我殺 那他只有一招 我後來想了很久 就是他是刺疾的話 你這麼刺 不是 他魚上來 然後立刻拔劍 對 他只有一招而已 他不是這麼拔 他是今天伸進魚的肚子裡面 直接抽起來 然後接近的時候 他必須要用全身的力量 就這麼一衝 然後就進去了 對 然後哪怕只要是化傷皮膚 他都贏了 對 然後這個傳說 其實在史記裡面只有寫到說 當專注刺進的這一件 吳王寮立刻身亡 然後 因為他穿三層盔甲 都能夠刺進去 所以魚長劍的傳說 就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最巔峰 好血腥喔 真的好血腥喔 謝謝… 真的是很特別的手感 我必須這樣講 武俠裡面很多的那種獨門武器 陳老師 要不要今天跟我們介紹幾樣 好 那有兩種武器比較特別 第一個叫做鐵鴛鴦 這個鐵鴛鴦 是在北宋的時候有個道人 他去峨眉山去遊歷 結果就在雲遊的過程中 發現一個時事 這個時事裡面 居然在桌子上擺了一部經書 他好奇拿起來一看 這一部上面寫著基輪經 這個基輪經他翻閱了一下 發現他上面記載了 暗器機關的製作方法 他是道人 沒什麼用 但是後來他無意中 把這件事情說出去 有人就拿到這個圖 鐵鴛鴦的圖 然後請巧匠去製作 所以江湖上 才開始出現這種鐵鴛鴦 鐵鴦鴦它的形狀就像鳥 全身都是鐵座的長約三寸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他的嘴巴口舌有機關 所以當他投射出去的時候 投射之前他在脖子上按一下機關 按了之後投射出去 一投射出去之後 等到投到對方那邊 他的嘴才張開力刃 才又去射到對方 所以有點類似像現代子母彈的圓形 那當然也就會讓人家防不勝防 因為人家搞不好 好不容易用刀劍擋下來 或用手接下來 沒想到他還有機關啟動 直接又像你臉上這樣射過來 所以他有好幾步的對不對 對 他有等於是說暗器中的暗器 對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奇門暗器 還有另外一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鐵蓮花 那鐵蓮花的形狀 它就原本是像寒包待放的樣子 但是它也內藏機關 那它會變成鮮花怒放 而且它的那個花瓣非常之鋒利 光是自己拿著不小心讓它 自己都會被割傷 你就看有多鋒利 那它的投射方法 跟剛才講的鐵圓一樣不一樣 鐵圓一樣是直接投射之前按 然後投射之後就啟動對不對 這個鐵蓮花比較特別 它是有一根繩子牽著 所以當你投射出去的時候 你手上的繩子不拿走 結果投到對方 接近對方的領域的時候 它的繩子在一拉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從寒包待放 直接張開 然後所以對手也許就覺得 看起來不齊眼 你拿什麼東西丟我 結果拿手接一下 結果沒想到你一抽之後 那個直接彈開之後 反而就讓對方化傷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就像剛才聖傑師傅講的 上面再萃了毒 見血崩喉的話 那個弄到身上 那真的是會不得了 所以這兩種暗器出來之後 在江湖上都引起一片腥風血雨 因為讓人家防不勝防 殺傷力極大 我也不用什麼毒 沒有那麼難 也許攻略告訴我們 你只要上面那把劍 浸在那個糞坑裡面 浸一陣子對不對 對不對 它就會有很多的那種細菌 那必死無疑這樣子 不過另外一個 我們經常講說 犯了軍法拖出去 打他60軍棍有沒有 棍對不對 軍中一定有棍的 棍也是我們的這個 自古以來防身攻擊的一個武器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搶棍還是槍棍 這個是很厲害的 棍子有128招 馬上回來 好 棍子來了 先告訴各位 棍子是有尺寸的 比我高 這個是有特殊尺寸設計嗎 根據用的人的高度嗎 其實應該是這麼高 我今天帶來這個 因為比較方便帶在這裡 為什麼這麼高 我就是可以控制助理 說如果人要對付幾個不同的人 然後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發力 那我就會 因為我看到 我之前在美國 看到很多厲害的人在練棍子 我來台灣的時候 就很好奇 這個用法 怎麼做 怎麼樣 示範一下 我做一點點簡單的東西 這樣就好多招了耶 對 幾個動作而已 但是我們通常練是128個動作 128個動作 對 所以我通常在一天我會自己練一次兩次三次 就是當一個 那你剛才這樣就128個動作了嗎 剛才我練8個而已 剛才是8個 那你再給我們8個好不好 OK 所以 剛才有8個動作 因為我一邊做一邊解釋一下 這個是A B C 因為我也是英文老師 所以如果我做一個動作 我先做 A B C D E F D 不要這意思嗎 但是這個不代表我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要把就是我的A跟B 一直練 一直練 然後用不同的步伐 所以我先做A從這邊 A從這邊 對 確定我知道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可能 怎麼用到 不然 我有點是在一個 你知道 在做詩 然後還是不會講話 所以你開始要了解你的字幕 對 分得好之後 你要把這個字跟這個字放在一起 那為什麼要反過來 反過來就是不同的角度 所以就是說 就是剛好說 如果我從這邊來 要進去的話 然後大步好 我可以再一次從這邊 低的高的 每一個角度要 了解 今天每個人都被打被刺 不是 他很意思 他這邊一拐 我就已經腰都斷了 再來一個 我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他這邊一拐